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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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群學生發布了一個研究報告 三四萬字 蠻清楚的 你從那個報告可以很明確的看出來 他們的扮裝真的是諷刺 而不是崇拜 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覺得台灣社會會不會對那群學生的行動 有更多的諒解 如果會的話 我認為這其實顯示了 在現在社會 你要用反風的方式去呈現你對議題的看法 其實需要一定的知識門檻 你要跟社會證明你真的懂 但是話說回來 對於國際跟歷史 我們真的懂那麼多嗎 其實不是 在這種情況底下 如果要用反風的方式去跟社會溝通 或許比較保險的方式 是從自己身邊的歷史開始 從我們熟悉的地方開始 慢慢練習這種跟社會交流的方式 教育的本質 從來就不會是學歷成績的高低 而歷史教育的本質 絕對不會只是背誦 西特勒德國或是二次大戰的年份 我認為歷史教育的本質 應該是一種同理心的展現 而且從歷史的教訓中 避免傳道覆轍 今天這件事情 會引起那麼大的軒然大波 顯然在同理心這一塊 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今天如果是外國人 外國的同學 他們在做表演的時候 拿台灣曾經的窗疤 而傷痛來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相信台灣人民的心中感受 一定也會很差 在傷口上撒鹽 是一個不道德 也是不應該的行為 那特別是在這一次的認識上 我認為人權教育這種事情 對於人命的屠殺 我們真的要用更謙卑的角度 來重新寧思這件事情 一般人 現代人大部分 都有一種正正確的直覺 我們大概知道哪些東西是禁忌 但是如果你要真的知道他們 為什麼是禁忌 還是必須了解歷史 知道那些禁忌過去 曾經毀快過哪些 人權 生命等等的不是價值 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 從我們切身處地的歷史出發 是重要的交易方式 英國的哈利王子 曾經在參加Party的時候 背了一個納粹的圖騰 而引起歐洲各國的踏法 他本來也因此而道歉 所以為什麼我們 我們對這件事情那麼在意 就是因為這種事情 真的不能開玩笑 也不應該拿出來開玩笑 事實上聯合國的人權公約 對於這種所謂的 仇恨歧視性的言論 也給予了禁止 我認為這一塊在我們 學校的人權教育上 我們必須再給予加強 再重新來寧思一次 欸欸欸欸 老師啊 為什麼這次學生 被踏法得那麼嚴重啊 教育不是應該容忍學生犯錯 然後鼓勵學生反省跟負責嗎 事實上我覺得他們蠻衰的 我相信在現在的教育體系底下 對於政治正確會做出這種 不太謹慎判斷的學校跟學生 一定不只他們 但是其他學校只是剛好沒有碰到 所以我認為這一次 我們真的不應該把焦點 放在特定學校特地班級身上 因為這是教育很普遍的問題 我也覺得這個學校 真的有一次有點倒楣 這種事情難免我們都會犯錯 所謂的我族中心主義 就是說我們人們總是會認為 自己的群體比較好 然後甚至有點是覺得 別人不好的事情 而這件事情才是為什麼 我們在教育中 要做一個改變的事情 今天這件事情 做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交易 我相信未來台灣的各高中 再也不會犯這種 所謂的我族中心主義的本位錯誤 所以也奇怪啦 為什麼介紹德國 一定要選希特勒啊 哥倫布也可以啊 為什麼要德哥倫布 德哥倫布不是德國人嗎 哥倫布是西班牙人 在1492年登陸的新大陸 但是我不怪這位同學 因為這就表示我們的歷史 沒有錯好 所以老師在此跟社會觀眾 說真正的道歉 對不起 老師 對不起 是我的錯了 這我的錯了 孩子你沒有錯